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也希望有更多人可以加入一起来记录金藏的行列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多多来了解 慈祭志工在全球所做的事情 那当然了首先就要邀请所有的好朋友们 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 人公在春天晴南边 有的时候就哭泣的脸 有的时候又是笑脸绽放 所以天气变化真的蛮大的 一不小心就会像我一样 声音沙哑了 但是真诚的心还是陪伴在大家的身边 好的 那么在今天我们就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说你所做 我们来看看全球慈祭人是如何留下爱的足迹 首先我们要来看到 就是从农历三月份开始呢 我们在禁思惊涉 就开始有很多来自于国内外 很多的慈祭人就会来朝生 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虔诚心念来祝福自己 也祝福全世界 那当然了 我们由禁思惊涉的师父带领大家呢 可以三步一跪拜来礼尽诸佛 深深的佛号声当中呢 每个人都是步步坚定 心心相定也念念虔诚 希望大家可以学习佛菩萨的这样的一份词 慈悲与智慧 而且也虔诚的一念心 希望能够忏悔来消除无名烦恼 还有我们的这种障碍 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修行过程里面 那我们也可以透过朝生 来为长辈祈福 甚至你有想要祝福的人啊 也都可以透过这样的虔诚有形的仪式 那无形的来做心灵的进化 希望透过这样的虔诚 大家共去盛念 那祈求天下平安 人心进化 社会也可以祥和的 那当然啦 在这个朝生 很多人就很好奇啊 朝生代表的是什么意义呢 有三种意义哦 一个是产生信心 培养毅力 也锻炼勇气 第二个是要折服我慢心 要降服我们的称慧心 那第三 这是历练前程的信念 在中古佛号声当中 人人心口一念 步伐整齐 在三步一跪拜当中 那么大家都是 诚心 而且是正面 那当然也希望 每个人都可以秉持 这样的一份朝山的精神 回到日常生活当中 那有这样的正面 正性 把握人生正确的方向 就像是 路途遥远 时间漫长 但是终究方向正确 终有一天 是可以到达目标的 所以呢 这是在朝山当中 人人虔诚一念心 那当然在今年 我们除了有刺激志工之外 也有来自于各界的人士 十方大德来参与 大家共同一念 就是希望能够 为众生祈求平安 朝山的队伍呢 就是在南无本事 释迦牟尼佛 庄严的佛号声当中 以虔诚 感恩 还有坚定的信念 一步一步的前进 迈向金丝 金色 大家呢 就是在这份的感动 或者是忏悔过往 或者是 发心力愿 来完成朝山 透过有形的仪式 无形的 来做心灵的 这样的一个提醒 跟进化 希望能够记住 这样的一份庄严 这样的一份 发心力愿 与忏悔 当然啦 在今年 也有一群很特别的 就是在4月22号 这一天 有69位 敬思书轩 来自全省的小志工 他们呢 除了是前程来 朝山之外 还有啊 带来了中古齐名的演绎 那中古齐名呢 就是代表着 为众生祈福 而且传递祝福 那么他们演绎的时候 就是有菩提叶的 这个中古楼 代表的是 一叶一如来 当中古齐名演绎的时候 也代表着 不仅是演绎者 体会了佛陀的觉悟 也希望可以启发人人 本具的佛心 真如本性 那当然啦 这个中古啊 也代表时间 空间 人与人之间 呈现 上人正眼法师 发愿 净化人心 社会祥和 天下无灾难 那么也希望 能够度化众生的 菩萨愿哦 那5月1号这一天 人文志愿 还有我们花莲地区的志工 也跟随 尽私精涩的常驻师傅们 在庄严的佛号声当中 我们也希望大爱 能够让世界亮起来 而在5月9号这一天 也就是农历的3月24号 当天就是慈祭 52周年信 慈祭走过50多年来 就是秉持着上人所说的 慈悲喜舍 为佛教为众生 这样的一个理念 希望步步踏实 希望都能够先净化己心 那让社会祥和 也祈求天下 无灾也无难 说你所作 看简报 听慈祭人 慈祭士 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听诊器与镜头交汇的爱 这是由花莲慈祭医院 跟慈祭大学 所共同发表的 爱不罕见的 罕见疾病写真书的发表 那么在这一本 爱不罕见的新书当中呢 有36张的照片 代表的是 36个家庭的故事 由慈祭医院 小儿科的朱少云医师 跟医学生们 一起记录花洞地区 罕见疾病的病友 跟他们家人相处 幸福的瞬间 哇 说到幸福的瞬间 大家都会觉得 幸福好像要去追求 每个人定义不一样 好像要能够 幸福是需要很用力的 那罕见疾病的家庭 他们幸福瞬间 到底是什么呢 就以当年 很多参与拍照的 医学生来说呢 他们说啊 在回想起这段过程 是他们现在啊 已经在医根当医师 而且在行医的道路当中 他们觉得是 非常美好的动力哦 那当然这个 罕见疾病代表的 就是生存率很低 而且很罕见的疾病 目前罕见疾病的认定 是以疾病盛行率的 万分之一以下 所以真的是很少见 但也因为很少见 所以常常也没有被看见 像花莲地区 就有将近 三百个罕见疾病的患者 那刺激易贵呢 小儿科朱绍营医师 他一直以来呢 就是为这些 罕见疾病的孩子 在默默耕耘 从2014年开始 朱绍营医师 更是带领了20位医学生 为罕见家庭 来这样子做一些接触 那医学生们 在拍摄照片的时候 跟家属互动 访谈 也了解到 他们的生命故事 然后呢 就把它完成了 诗文稿 这个诗文稿呢 所以说的是 是医病之间 家属跟病患 相遇相处的心情 而他们呢 也把这个相处的片刻 就化为永恒的感动 很多人都觉得 这真的就是最棒 最好的 医学的人魂教育了 当年拿着相机 在记录的医学生们啊 现在已经是拿着 听诊器 在医院里面 服务很多的病患 他们都记得 当年的感动 而且现在 也是行医道路当中 非常美好的动力哦 那就像杨志斌医师 他也说 对于医学生来说 罕见疾病 可能只是书本上的知识 但是啊 透过拍照 他们进入了 罕见疾病的家庭 进入了他们的生活 也建立了 这一份信任的关系 那也拍下了 他们真诚的感情 向他记录的 就是杜凯文 凯文 患了遗传性 表皮分解性的水泡症 也就是俗称的泡泡龙 那么在 爱 并不罕见 这本书当中啊 真的是不罕见的爱哦 那看到了 这真的就是 医学与尽头 那当然还有 爱的一个交汇了哦 所以人生 很多时候 到底我们追求的是什么 幸福的瞬间 又是什么呢 说你所做的看简报 听慈激人 慈激事 接下来要跟您分享的 这是有关于医疗的 这是大林慈激医院 有一个健康依赖 正式上线了 这个全方位智慧医疗服务 听说还蛮超级有感的 到底这个是什么呢 因为现在很多人 偷信软体 变成好像不可或缺了 对不对 那所以大林慈激医院的 智慧医疗团队就将科技与医疗完美结合 就独创了大林慈激 您的健康依赖 整合型的智慧医疗服务 因为呢 以前啊 大家在看病 常常有三长两短的困扰 包括挂病 就是挂号排队的时间很长 后诊的时间很长 领药等候的时间也很长 那就是三长 两短呢 就是看病问诊时间很短 接日病情的时间更短啊 如果病人有这个就医的需求 或者是有一些疑问该怎么办呢 那当然了 就是要透过大费周章的 可能去跟医师面谈啊 电话咨询啊 如果要申请资料 更是要到医院排队申请 那为了解决民众的这个困扰 所以大林慈激医院 这个智慧医疗团队就自行研发了 提供这个既贴心 而且很智慧 快速 还很安全的 那当然啦 您只要透过这个QR 行动条码 或者是可以输入ID哦 就是at ch6881a 再复述一遍 at ch6881a 或搜寻大林慈激医院 line官方账号就可以加入好友 直接想用挂号服务 健康管理 医药申请 以及查询 还有进度查询 快速连接等六大功能 以及20项快速服务 同时啊 这个还能够跟这个AI 人工智慧小词聊天哦 那这个线上询问相关的疾病问题 小词会提供最准确的就医指引 医疗资讯 还有相关的胃教影音服务 是不是觉得超级有感啊 那当然啦 这个就是您只要借用手机 就可以查询个人的健康管理 跟就医指导这一些相关资讯 当然啦 大家也担心这个个资哦 那资讯互通过程 都是经过严谨的加密跟验证 所以您如果想要取消服务 也是可以资料绝对保密的哦 所以现在真的是越来越智慧了啦 所以呢 邀请朋友们都可以加入 这样的一个听词记 说词记的行列当中 那今天说你所做就进行到这儿 我是美兰 二法浩瓷鸣 希望大家手指轻轻一点 就可以全球来听见 看见大爱了 我们下次再会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